这次侧切芽进行悬吊积扎 积扎拇指再用力 将积扎式末端放在主公司后方 公司就发生了弹性形变 就在完毕后的情况 因此又变得高低不平 侧切芽部位 公司形变更明显 下壳侧切芽部位 公司形变也比较明显 产生了一个对尖牙向远动的推力 公司末端停止曲 已经与加车管相距0.5毫米 这次也是相距0.5毫米 将Tap Tant再次紧泡到热水里进行处理 模拟换着口腔内牙齿移动的试剂过程 使用0.35毫米的公司两次后 上下和牙弓已明显平整 刺切芽牙一向唇刺移动 急扎丝已经变松了 对照原来的模型进行观察 两上和刺切芽牙明显唇移排齐了 尖牙已向远动移动 上和牙弓被修整的圆化多了 观察下核 侧切芽牙明显唇移 中切芽已经排齐了 左侧上和侧切芽与下核肩芽为正覆盖 右侧上和侧切芽牙为七对切关系 而原来的模型 上和侧切芽与下核肩芽呈反核关系 也就是说经过牙弓整平 各备芽反核已经被解除了 在使用0.35毫米的弓丝两次以后 换用0.4毫米的不锈钢丝 更进一步对牙弓进行整平 实际角质换着时 0.35毫米的弓丝不一定非使用两次不可 0.4毫米公司的弯子方法 与上两次公司弯子的方法相同 公司的形状也基本一致 但形状更应该向理想工形态靠拢 公司末端停止起的远中角 与夹子管近中端可以贴接 但不应该对模牙有向远中方向的推力 拆除0.35毫米的公司 拆除过程中动作要轻柔 0.35毫米的公司 取下公司 拆上河的 先见接着是减断 再将鸡达丝取下来 剪断鸡达丝 取下来 注意手法 左手拇指的位置 取出0.4毫米及0.16英寸的不锈钢丝一根 将其一分为二简称两节 先弯至闭起模样前的停止取 方会在下 锤子夹住公司 左手拇指下压 形成停止取远中的直角 旋转钢丝180度 并调换前辉的方向 远会在下 左手拇指下压 形成停止取的弯曲部 再旋转钢丝180度 再次调换前辉的方向 方会在下 左手拇指下压 形成停止取近中的锐角 停止取弯置完成 用细施钳 纵向加入停止取 左手拇指对停止取远中端钢丝 是一向下向内的压力 奢丝将停止取近中端公司上台 形成磨牙外展弯 后勤取末端内瘦弯 前夹公司前磨牙处 左手将公司拉直 并顺势摆动 形成公司的前牙段弧形 此时要求公司不能上下撬动 形态与上两次公司的形态 基本一致 在模型上 比试公司的长度及宽度 并进行形态的调节 减去过长的钢丝 将公司末端打个小圈 防止在口能比试时 试上口腔连膜 将公司装配在type-down上 严格标示公司的长度 临床实际上是将公司装配在患者的牙弓上 在A级磨牙夹射管前两毫米处做标记 取下公司 弯置A级磨牙前的停止取 先弯置停止取近中的锐角 方会在下 旋转公司180度 调换前会方向 使圆会在下 弯置停止取的弯曲部 再次旋转公司180度 调换前会方向 使方会在下 弯置停止取远中的直角 这一次的停止取 也弯置完毕 用细思前 纵向甲度停止取 左手拇指将停止取远中端的公司 向内向下压 舌子将停止取近中端的公司上台 形成磨牙外展弯 后勤取及目端内瘦弯 减去过长的钢丝 调节公司两侧完全对称 在模型上鄙视公司的形态 依照同样的方法 弯置下核公司 上下核公司形态应该协调 在尖牙柱 两公升应该相距1.5毫米 在切牙部位 两公司相距1毫米 公司经去硬力低温回火增强度处理 以及末端烧红退火后 可以积榨到牙宫上 可以观察到除吃切牙以外 下核的多个牙齿都变得平整多了 先积榨中切牙 积榨应松而牢靠 不得使牙齿受力过大或造成公司永久性变形 现在积榨的是下核的尖牙 接下另一次尖牙 接下另一次尖牙 注意观察短结扎是打环的方法 现在结扎上核的尖牙 上核吃切牙 仍然做悬吊结扎 请注意观察左手拇指与食指的位置 将上下核零角四毫米的公司结扎完毕以后 可以看到牙工已基本平整了 但伤不彻底 停止起远中角 基本以加持管的金钟管口贴接了 这一次也是一样 观察上核河面 吃切牙被悬吊结扎 公司发生了一定的形变 这有利于吃切牙的整平和排气 观察下核河面 压工形态已被修正的比较好了 在吃切牙处公司发生了形变 这有利于吃切牙的整平排气 以及尖牙向远中方向移动 将上下核摇和起来观察 上下核中线还没有对齐 但前压部符合已成浅符合了 经过热水浸泡 模拟患者口腔内牙齿的四季移动过程 现在让我们观察牙工整平结束后的牙工形态 上核牙工明显变平整了 尖牙明显向远中移动了 下核牙工也明显变平整了 吃切牙明显存移排气了 前牙从小开合 磨牙关系为一类关系 这一次的磨牙关系也是一类关系 但前磨牙基础的不够好 让我们对照原来的模型进行观察 上核牙工明显的不平整 牙齿高高低低 下核也是不平整 拥挤的比较明显 磨牙关系为一类关系 磨牙关系也是一类关系 前牙符合比较大 经过三个阶段 四次的牙工整平 观察上核咬核面 牙工形态呈圆弧形状 侧切牙明显存移 前磨牙与磨牙的夹似向关系比较好 而原来的模型上 牙工形态不够圆滑 侧切牙明显额向 前牙拥挤明显 经过牙工整平后 下核的核面观 牙工形态明显好看了 侧切牙明显存移 尖牙也明显向远中移动了 前磨牙与磨牙的夹似向关系也比较好 而原来的模型显示 下核牙工弧形不好看 前牙拥挤 侧切牙明显射像 拆除上下核0.4毫米的平直公司 结束角质的第一步 准备进行角质的第二步 将尖牙向远中方向移动 首先拆除上核公司 动作要轻柔 再拆除下核公司 再拆除下核公司 将下核公司拆下来 压工整平是一起后续角质的基础 不管是拔牙角质还是非拔牙角质 角质的第一步 必须先进行牙拱整平 进行牙拱整平 始动公司为0.3毫米 即.012英寸的不锈钢丝 先弯至一次磨牙夹齿管前的停止曲 此后 夹弯磨牙外展弯 后勤曲 莫到内收弯 再弯至前缘段弧形及另一次磨牙夹齿管前的停止曲 同一根公司 左右两侧应完全对称 上下核公司 形态应协调一致 0.3毫米的公司起到效果后 改用0.35毫米即.014英寸的不锈钢丝继续整平压工 公司的弯制方法与0.3毫米公司的弯制方法一致 磨牙后勤曲 仍然为20到30度 磨牙内收弯 仍然为15度 停止曲的远中角 仍然以夹齿管的进中管口相距0.5毫米 当0.35毫米的公司起到效果后 改用0.4毫米即.016英寸的不锈钢丝 更进一步整平压工 公司的弯制方法与上两次公司的弯制方法相同 后勤曲以及木端内收弯的度数也与上两次相同 但停止曲的远中角可以夹齿管被动贴接 接扎公司前仍然不能忘记对公司进行热处理 公司末端应骚红退火 当上下和牙弓被充分整平扣 方刻进入角质的下一步 将尖压向远中方向移动 角质的第二步 将尖压向远中方向移动 将尖压向远中方向移动的目的是 一 将尖压首先向远中方向移动 减少内收前牙齿的阻力 二 继续整平压工 排气牙齿 三 纠正上下和牙弓的中线 这一步骤的操作要点是 一 选用0.4毫米 即0.016英寸的不锈钢丝 公司的弯制方法 与牙弓整平阶段相同 二 从尖压处向远中 公司应略窄一点 三 因为在这一角质步骤中 要消耗支抗 因此 磨牙后停取 及末端内收弯的度数 要比牙弓整平阶段 大5到10度 四 需要选择时机 将四个切牙 前磨牙与磨牙 分别八字形接扎在一起 五 在这一角质步骤中 特别要注意加强支抗 取出0.4毫米 即0.016英寸的公司一根 将其一分为二 减成两节 首先弯置 闭去磨牙前的停止取 方会再下 锤子加持钢丝 左手拇指下压 形成停止取 远中的直角 旋转钢丝180度 并调换前会方向 圆会再下 左手拇指下压 形成停止取的弯曲步 再次旋转钢丝180度 调换强会方向 使方会再下 左手拇指下压 形成停止取 近中锐角 停止取弯置完毕 用细施钳 纵向夹住停止取 左手拇指 对停止取远中段钢丝 使以向下向内的力 使指将停止取 近中段钢丝上台 形成磨牙外展弯 后行曲及 末端内瘦弯 前夹公司前磨牙柱 左手拉指公司 并顺势一摆 形成公司的前沿段弧形 将公司装在 拍档的上 临床实际上是装在 患者的牙弓上 在H磨牙夹持管前 两毫米处 给公司注标记 取出公司 弯置H磨牙前的停止取 现在弯置停止取远中的直角 用细丝前 纵向加入停止取 左手拇指 对停止取远中段钢丝 使以向内向下的力 使指将停止取 近中段钢丝上台 形成H磨牙前外展弯 后行曲 末端内瘦弯 减去过场的钢丝末端 调节公司的宽度 及形态 将尖牙向远中移动阶段 所选用的公司的直径 为0.4毫米 磨牙后停取 及末端内瘦弯的度数 比牙弓整平阶段 大5到10度 另外 从尖牙向远中 公司要比最后一次 牙弓整平阶段 所用的公司窄一点 这是上课两次公司 形态的比较 这是下课公司 形态的比较 从尖牙出向远中 公司应略窄一点 公司经趋硬力低温回火 热处理后 末端两毫米处 烧红退火 使用扩大螺黄 最好是涅态螺黄 推尖牙向远中 螺黄的长度 可以从侧切牙脱槽的远中 至尖牙脱槽的远中 这一次扩大螺黄的长度 也是按同样的方法确定的 将螺黄旋转套在 弯置好的公司上 再在公司上 套上一支螺黄 两支螺黄 均已被套在公司上了 为了正价磨牙之抗 在鸡扎公司前 先将磨牙与前磨牙 八支型鸡扎在一起 取一根玉橙长鸡扎丝 一分为二 将鸡扎丝重叠起来 先套在第一磨牙的夹车管上 编着鸡扎丝 并将其抽紧 然后在鸡扎在前磨牙的图槽上 编着鸡扎丝 用磁身器将其进一步拧紧 减去过场的结扎丝 将结扎丝末端压向牙齿 将这一次的磨牙与前磨牙 也八支型鸡扎在一起 先将两根鸡扎丝编织紧 再鸡扎到前磨牙上 先用手编织 最后用磁身器设定结扎紧 剪去过场的结扎丝 将结扎丝末端压向牙齿 现在用长鸡扎丝 将下合的磨牙与前磨牙 也八支型鸡扎在一起 用湿针器将结扎丝彻底拧紧 剪去过场的结扎丝 将地区的磨牙与前磨牙 也八支型鸡扎在一起 用湿针器将结扎丝彻底拧紧 剪去过场的结扎丝 因为贴牙排列上不整齐 在这一步骤中 先不将贴牙做八支型鸡扎 现在装配上合公司 将扩大螺黄放在尖牙的镜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先给中西牙做双鱼结扎 以固定公司 然后给尖牙做单一鸡扎 然后给尖牙做单一鸡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尖牙的镜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做双翼结扎 稍用点力 以利于中切牙的扭障 双翼结扎 必须的撤切牙 再接扎必须的第二牆牙 现在我们接扎 接扎A级的侧切牙 是双翼结扎 接扎A级的尖翼结扎 拉得不要太紧 以利于牙齿的滑形 最后就在A级的第二牆牙 接扎A级的尖翼结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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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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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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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鸡扎丝的末端放在主公司的后方 将这一次的长鸡扎丝也拧紧 亚硕扩大罗黄给尖压加烈 剪去尖切芽和中切芽上已经松弛的举扎丝 重新将这两个芽尺举起 接着中切芽的进中意 可以将这个芽尺扭正 刺切芽做的是双翼芽扎 剪去过场的芽扎丝 将芽扎丝末端放妥贴 这就是给尖压再次加烈 将切芽积扎丝以后的情况 将type down的浸泡热水 模拟患者牙齿的实际移动过程 这是浸泡热水后的情况 上核切芽已基本排气 下核吃切芽也明显存移 但伤不到位 磨芽为一类关系 SH肩芽关系应偏二类 这说明再次加历史 表示H的肩芽优先向远中方向移动 B地区的磨芽为一类关系 B地区的尖压也为一类关系 观察上核河面 上核切芽已基本排气 但伤不完全 下次加历 就可将公司完全嵌入脱潮的潮沟内 观察下核河面 两个吃切芽也算为完全存移到位 拆取上核中极压上松弛的吉扎丝 拆取上核中极压上松弛的吉扎丝 将该中极压重新吉扎丝 将该中极压重新吉扎丝 剪去过程的吉扎丝 将吉扎丝末端放在主公司的后方 拧紧长吉扎丝 压缩和达螺黄 给尖压加上向远中方向移动的力 用同样的方法将AG的长吉扎丝也凝结 将吉扎丝的末端放破贴 在下核减去 切切芽上已经松弛的吉扎丝 重新将切切芽吉扎丝 左手拇指烧用力将公司嵌入吐槽的槽沟内 吉扎丝 剪去过程的吉扎丝 将吉扎丝末端放妥贴 用同样的方法 吉扎丝末端放入吉扎丝 将主公司嵌入脱潮的槽沟内 剪去过程的吉扎丝 将吉扎丝的末端放在主公司的后方 剪去过程的吉扎丝末端放入吉扎丝 剪去已经疲劳变贴的橡皮链 也剪去这一次的旧橡皮链 重新挂上新的橡皮链 将尖牙拉向远中 这是第三支给尖牙加上远一粒 并将切牙击扎丝以后的情况 将tap down它浸泡到热水里 模拟换着口腔内牙齿的湿剂移动过程 请注意观察 尖牙已经在向远中方向移动 用同样的方法浸泡下河 热水浸泡后的情况 SH的尖牙已成一类关系 而原来这是二类咬合关系 正面观察 上和中线偏地区一毫米